我们的特派记者宣克炯正在绵阳 小轩你好 你好 叶蓉 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棉竹的救援情况好吗 好的 那么应该说呢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整个棉竹的这个救援情况非常的紧急 我们今天上午呢 一直是跟随上海医疗救护队啊 包括这个地震救援队呢 这个抢血人员一直在第一线呢 这个采访 我们首先是到一家这个英语学校 那么这个叫东兴英语学校呢 英语学校呢 这个有三百多名师生呢 是被埋在了废墟之下 那么我们看到上百位的这个家长 非常焦急地等候在这个现场 那么随后呢 我们在现场看到呢 这个很多的这个死难者呢 也是被这个陆续地被挖出来 但是呢 有少数的一些幸存者呢 是被找到 那么非常幸运 每次这个找到这个幸存者的时候呢 大家都都非常的这个高兴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消防医疗 还有包括武警等部门呢 也是在现场做一个紧急的 抢血和救护的工作 那么而且我们发现在整个 明珠地区呢 有很多的来自各地方的这个志愿者 那么这些志愿者呢 往往在手臂上呢 扎了一根这个黄丝带 那么也说明了自己是一个志愿者的身份 而且呢 我们在现场呢 也看到了很多 除了一些这个专业的救援队员以外呢 还有一些普通的市民 也是从全国各地呢 涌向这个第一线 救援的第一线 而且是甚至是免费的 向伤员的提供一些食物和这个水 所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感动 应该说是一方有难八方志愿 好的 我们谢谢小轩发回的报道 让我们感到大家已经行动起来了 那么都江宴发生严重的地震之后呢 一些市民是通过媒体了解到了 灾区人民急需救灾物资的消息 他们纷纷自发的购买救灾物资 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我现在是在都江宴一个废墟的旁边 在这呢 我们看到了像这样的一辆车子 上面写着洪雅地震自愿救助服务 据了解呢 车主都是一些普通的市民 他们是听到地震消息之后 自发的从洪雅连夜赶到了都江宴 这批来自洪雅的志愿者 在当地广场上躲避地震时相互认识 当他们从广播中了解到 都江宴作为重灾区 缺乏救援物资后 迅速组建起一支志愿者队伍 这些志愿者购买了大量的矿泉水 饼干 雨伞 棉衣等物资 开车近四个小时送到了都江宴 在绵阳九州体育馆 近万名的北川灾民被转移到了这里 不少绵阳市民自发地 为他们送来面条 还有人从家里专门拿来了 床单被子为灾民遇寒 而且我们现在还比较平安 想到吗 给他们这些从北川出来的人 还有遇到来的人的一种安慰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我们将继续关注汶川地震的相关消息 请锁定东方新闻 稍后继续 上海市干部群众踊跃捐款捐物 多支救援队伍奔赴地震灾区 228名被困灾区的上海游客陆续返乡 还有五个团组的83名游客尚未取得联系 今天下午上海市赴四川省抗震救灾救护车队发车奔赴灾区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于正生在发车仪式上寄予救援人员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精神 在灾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下 把灾区当家乡 把灾区人民当亲人 把上海人民的深情厚意带给灾区人民 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救灾任务 于正生和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等 亲切看望了60名救护车队队员 于正生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上海副灾区救援人员表示感谢 他说同志们肩负着党和国家的委托 代表着上海人民的心愿 到灾区执行抢险救援任务 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于正生要求各相关单位 一定要关心复灾区救援队员 和他们家人的生活 帮助你们排游解难 给同志们扫除后顾之忧 最后呢 祝同志们圆满完成我们的光荣任务 谢谢同志们 富四川省抗震救灾救护车队 是上海第四批起乘复灾区的救援队伍 共有30辆救护车 每辆救护车上都配备了心脏复苏棒 呼吸机 骨折固定器等16种急救设备 除运送伤员外 还能成为临时救护点 就地救治受伤群众 发车 下午1点15分 随着于正生一声令下 抗震救灾救护车队起乘 如果一切顺利 有望在30小时后抵达四川成都 另外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 上海市公安局连夜调集的 400名消防官兵和200名特警队员 已经在今天早晨6点 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 奔赴四川抗震救灾第一线 我们一定不辜负 达号人民的期望 一方有南八方资源 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这次出征的400名消防官兵 主要由消防特警人员组成 他们携带了视频 音频 生命探测仪 液压工具等十多种先进的 抢险救援装备 今天下午2点半 600名消防官兵和特警队员 已经到达四川都江艳势联盟村 今天上午 上海九支医疗队搭乘专机 从上海飞赴四川地震灾区 实施抗震医疗救援 九支医疗队由第二军医大学 附属长海 长征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以及解放军地411医院的 280名医护人员组成 之前已经制定了完备的医疗救援应对方案 所在医院也做好了 接受救治转移危重伤员的各项准备 另外 受中国红十字总会派遣 中国红十字会华山医院紧急救援队 也于今天出发 开赴受灾最重的四川汶川县 执行人道救援任务 记者霍云 袁文艺无敌报道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 和市委市政府部署 今天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行动 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捐物 一早开始 中共上海市委 市人大 市政府 市政协等市级机关 分别举行为四川灾区捐款活动 于政生 韩正 刘云庚 冯博琴 殷衣锤等参加捐赠 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